啊 我没 我现在是用一下这个来写吧 每次我都是用 我直接用这个这个地方来写吧 vi 10 然后接着 if 练习 啊 先别弄了 看我这啊 然后我们用这个来写 好 现在有一个操作是这样的 假如说我要判断每一个数码 你可以输入一个数来判断也可以是不是 印塔的number 而就这么写 然后 printf 好 我们写一下 请输入number 然后接着啊 在这里面是怎样呢 s 是kf 在这 摆放号d 后面是取地址的number 这不是输入输出了吗 然后紧接着通过else if else来判断if 然后我们是现在时的范围的话是0 我要大于吧 然后接着呢 并且number要干嘛 小于多少 小于十了吧 这是是不是我这个数 我直接写一个十位吧 好 接着需要注意一个是什么 稍微注意一下你可能有什么中文了是不是 好 回到这里 那下面我再来写是else if 好 接着在这边 有有些人想复制的时候这一二三四 是等会我先来写先写一个判断条件啊 下面在这边是到百位了 我这边应该写什么位啊 说错了 各位是不是 好 接着来一个十位 那接着十位是怎么样 我先先来写一个 是那种先写他写那种 那我是不是要正常来写要要什么 他要大于多少 大于九了吧 然后接着啊 然后接着啊 并且number 什么 小于多少 一百 可不可以 好 接着下面我在这里面我写一个printf 好 下面写一个是不是在这就是我们的 十位 好 接着你要复制的话 一二三四四个 那接着来一个什么呢 4yy 4yy 好 回到这里 整个p过来了 下面来一个 再来一个 个十百千嘛 好 那我就来一个 下面是类似的一个到到多少 99是不是 好 99 99了之后在这里面是到什么了 一千了吧 好 接着在这边是 多个九 这边 三个啊 一二三 了解着我在这边有没有对不对啊 这边 对的 是吧 那接着这个是我们的什么位啊 百位 这边呢 千千千位 好 接着是还有个else 你可以写一个printf 什么 是不是一个其他的 是不是可以来一个 好 接着我们来就这样啊 这几个条件 那我们看一下 对啊 哎 我这个 不小心按了其他的 其 他 好 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 好 接着警告 error 哪个地方50行出问题啊 那你接出错怎么来弄啊 Vr 然后接着我这个10 要接着加50 好 我这刚才不小心复制的时候 后面多了一些东西了吗 好 这个复制的时候来一个3了吗 你可以把这5关键要3了 刚才复制的时候不小心多复制一些东西了吗 啊 退出 就是些10这个 好 接着另外一个光脸就printf写错了吗 所以写错了写错很正常 那我接着我就改吧第几行40行是不是 那接着我来一个错误加40 那接着回到这f9 接着是在这边我写错了 这有些人呢 写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就说你现在不去练 那接着后面我们前面的 我就说后面单独这里 你现在不去写这一个 你为了方便练了后面就更加不愿意去练他了 好 ok 了吗 好 接着来一个 来一个 譬如说18 好 我没有反鞋干N了 这个10位里面没打 没打了一个反鞋干N吗 没有 那不用管了啊 接着 好 接着1234 这是什么 签位了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稍微看一眼我们这一个地方 这些都没有 换鞋干N 那我就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 好 这里也给他一个 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 这种事实中一种写法没问题的 这是对的吗 这种实现效果就行 但实际上还有一种方法 如果你看讲义的话 你还可以这么来实现 这里面就利用了他一个条件 一个 对了 你就不需要这么麻烦 你现在来弄的话 你写代码的时候你发现判断两次 你这个代码我直接考过来了 资本上是类似的 只是条件稍微有点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首先你这个条件没必要这么来写 你直接来一个是什么呢 对了 我小于10的时候肯定是各位了吧 那接着你大于0的一个 当然你这边 你当然你可以判断那个大于0的一个 也可以判断一下 好 接着满足了 我就不判断了 那紧接着你在这里面 你直接另外一个条件你可以不用了 写一个就够了 好 其他就没变了 你可以看一眼 是吧 你首先你看 我先来进入这个条件的话 当然我是正数的情况下面 我进入这个条件 你能想着了 我们肯定是小于10才进来了吧 当你不进入这个条件的时候 说明什么问题 大于10了吧 那接着也就是说 他肯定是大于一个什么 大于大于10了吧 所以等于10也不进来 所以说他不 这一个不进来的说明我这个number 是不是就大于等于10的时候 才是不进来了 所以说最终下面 你在这边你没必要再写其他条件 因为当我能够这个不满足条件的时候 说明我的number是什么 大于等于多少 10了吧 好了 接着当我进来这个条件 只要你小于100 那是不是说明我是在你这个范围里 当我不满也不满足的条件 绝对他是大于多少的 number是肯定大于或等于100的时候 才能够不满足的条件 那接着是我就可以进来下一个了 那你这么来写的话 你没有发现下面这一边 我们没必要去写他 实际上了吗 我没必要去写啊 因为你写不写都一样的啊 所以最终你会发现一个地方就在于 你看着你书用一个数 然后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能不能把它都判断出来 主要是你满不满足这个条件会跳进来 两个条件你可以结合来用吗 就CC我看一下有没有写错这边 没有函数 01没错啊 到我们的10 好接着来一个9或者8 各位好再来一个接着13 10位点斜杠一点奥塔 然后接着333 百位点斜杠一点奥塔 然后7千位一点奥塔 很大一个都可以了吧 所以你要注意一个地方有一个条件 你不需要并且 因为他是这个不调把不满足才往下走 这个不满足才往下走 这个不满足才往下走了吗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这里 就是这个代码 和这个是一样的啊